哪个岛最热? 套丁岛! 哈喽,我是汉堡姐姐。 欢迎来到童话套丁岛。 让我们一起从故事里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丁岛更新哦! 求知若可 常常记不住 多听就记住 你记住了吗? 面面回合 Round 3 正式开始! 哇,还安排了有默契的开场这么有趣 要隆重地开始面面的第三回合了 我跟你们一样期待 我也很期待啊 上次跟岛民预告了要讲油炸过的面面 除了上次的锅烧意面 再想想哪些可能就是炸过的面面呢? 油炸过的食物通常会是什么颜色呢? 黄河色 黄河色 吃过的哪些面面不是白白的 而是深色系的黄河色呢? 鸡河色的黄河色呢? 油炸过的面会硬硬的不是软软的 所以还有 科学面跟王子面 看来你们真的是有备而来哦 那就来介绍东东答对的第一个面体 鸡丝面 鸡丝面的前身 也就是还没有炸过的样子 是面线 面线 细细又长长的面线 以前是达官贵人才可以享用的特殊面条 专门献给年纪比较长 牙口不好 不方便吞咽的大官 所以也有人叫它长寿面 我记得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 阿嬷会煮米酸 有时候还会加猪脚 地咖米酸 没错 以前的社会生活比较困苦 猪脚 地咖是高级的食物 更象征着强壮 加在一起就是祝福寿星 除了长寿以外 还能够伸强体壮 健康平安 我喜欢吃 拌麻油香喷喷的麻油面线 面线以面粉 水 与盐为原料 最重要的是用手工揉制 搓拉 要运用巧劲 才能把面团拉成这样又细 又长 是非常耗费时间跟体力的 这做过程的温度和湿度都要靠经验去控制 要不然面线会容易断裂或是粘在一起啊 拉好的白面线 水分多而且口感湿润 若是把白面线晒干 再经过长时间的烘焙或蒸煮干燥 让它焦糖化 就变成了更耐煮 口感更有咬劲的红面线 哦 就是大肠鹅阿米酸 对耶 那个面线也是深色的 原来真的也是白面线去加工 是的 白面线晒干 烘焙 蒸煮 去掉一点水分 焦糖化之后 变成红面线 白面线直接下油锅 把水分炸光光 就是鸡丝面 听说啊 因为油炸过变生成的鸡丝面 更快煮熟 更入味 这启发了后来的人制作出泡面 泡面 哦 就是我答对的科学面或王子面 除了都是油炸的面面 没想到还有关联 鸡丝面的缺点是易碎 保存其较短 无利于长途运输 或是大规模的生产 后来制作的泡面 就完美地修正这些缺点啦 提醒各位小岛民 科学面王子面等泡面 因为是油炸面体 不宜多吃哦 嗯 大家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 现在也有不少泡面的面体 改良为蒸煮面 就是使用蒸煮烘干的方法 让面条水分跑光光 热量更低 口感也更Q弹 面面的世界其实还很大 因为面食也是人类饮食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三个回合是介绍不完的 嗯 面面博士决定先休息一下 再进修面面知识 面面小学生也想休息一下 加一 没问题 那我们 下次不见面 面条的面啊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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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